Hi, 歡迎回到 1000 爸爸的頻道 汽車地毯也有新功能? 就說這塊是突出的東西 有甚麼特別? 猜到是甚麼? 看完下去就會知道了 嚴選配件系列來到第 21 集 之前的 20 集, 我們已經總共介紹了 74 組的配件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上面, 又或者下面的 description 看回 今次介紹的是 Jova 的汽車地毯 它有香港優泰, Tesla Model 3 和 Model Y 不同的版本 今次開箱和示範的是 Model 3 的版本 Jova 這個品牌就不用太多介紹了 駕Tesla的一定會認識 他們專心做Tesla的配件 嚴轉配件系列都有介紹過他們不少的產品 有很多到現在我都很推介和用 今次這張地毯我原本打算沒甚麼好介紹 你只剪一張而已 誰知又有驚喜 真心佩服 Jova 他們的產品設計 這個應該是我見過 Jova 最大盒的產品 有石五公斤重 和 Jova 很多其他產品一樣 都有四年保用 我自己對平面設計的觸覺都頗敏銳 通初見到這條斜線是甚麼來的 到安裝完之後我才明白 繼續開箱 今次紙箱盒內有四件東西 司機位地毯 前排乘客位的地毯 後排座位地毯 以及一個紙巾盒 首先我們近一點看一塊後排地毯 它是一見過的口膠 一看成形 有一排打斜的粒特克文 細看表面還有些打橫打直的紋理 就算下雨 對鞋濕了 踏上去也不會怕線震 側面和後面的邊位做得很高 就不怕堵寫東西會浸過塊地毯 前面都有做高度 不過因為前排座位會移前移後 太高就會阻礙 中間的中央下面一樣有覆蓋 不錯 這裡有塊東西凸出來 大家猜猜有甚麼用 右邊還有個大大的租發標誌 有件事很重要的 就有開箱的時候在膠袋裡拿出來 我一點味道都嗅不到 很多淘寶地毯一打開就會嗅到膠味 其實對小朋友又或者皮膚敏感都不太好 要留意一下 Model Y的版本左右會做長一點 兩邊都有塊膠凸出來 中間相對上短 到司機位地毯同樣都是一體成形 紋理和後排那塊一致 下面這裡有兩塊魔術貼 去黏著車原本的地面 那就沒那麼容易走位 在下面這裡也有一塊東西凸出來 很滑 到前排乘客位的地毯 基本上都是一樣 不過可能因為包裝關係 有些位置可能摺得久了會見到少許巢 如果是Model 3的版本 買的時候可以連紙巾盒一起買 Model Y的就沒有了 之後我們再介紹 安裝其實很簡單 前排兩個位置首先移到最後 拿回原本的地毯出來 大概對合位放下去就可以 不過反正要拿走九張 不如順手清潔吧 因為經常要載小朋友和狗仔 保車自然會有很多餅碎 狗毛 我自己就喜歡用皺紋膠紙來清潔 每次撕差不多手板那麼長 不停地貼下去 數一數 撕出來 直到沒什麼貼力 就撕另一張再繼續 這樣會比用吸塵機多很多時間 不過我覺得這樣乾淨很多 整完車頭兩個位 再整完後排座位 如果不計清潔時間 換了三張地毯 五分鐘之內應該完成 好像我這樣要清潔了 大約二十分鐘 安裝完之後 來個倒水測試 這瓶水是375毫升 多過一罐平時喝的330毫升的可樂 首先我們試試試司機位 整支倒進去 一點問題都沒有 其實邊位做得很高 我覺得倒多四五支應該不會有問題 前排乘客座位 一樣整支倒進去 和剛才司機位置一樣 還有大把空間 我們倒走水後 再看回地毯 其實已經很乾 見到只剩下一點水豬流 到後排倒水測試 整支倒進去 都OK的 不過不僅前排還有很多空間 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它前面不能做到那麼高 會擋著前面座位退後 倒水測試就完成了 要講一下中控這條凸出來的膠的用途 這個位置其實它設計成是用來擺接著介紹的紙巾盒 我在地毯下面這個位置 就放了一個ZCButtons的commander在這裡 想知道是什麼來的話 可以在上面 又或者下面description找到連結 首先看回包裝盒 它一樣是四年保用 裡面這個就是紙巾盒 我紙巾那邊 是有些仿木紋的設計 陣上部車裡面的裝飾 其餘的五面都是人造皮 摸上手質感不錯 底部這裡有個細圈 可以拉上來 裡面有塊板仔 不要小看它 只要把這塊板仔放在底的話 即是有紙巾出口位 這個紙巾盒 就可以做了一個儲物箱 一勒兩用 厲害 在地毯中控位置 這條凸出來的膠 其實是用來定位的 這樣紙巾盒就不會動來動去 提提大家 Model Y的地毯是沒有中間這塊定位膠的 說回車頭座位凸出來的膠 猜到有什麼用途了嗎? 適合這段時間的天氣 它就在下雨的時候 上車之後 收回濕粒粒的傘 就可以擺在這個位置 這塊膠是用來頂住把傘 不會滾來滾去 相當好的設計 它方便之餘 這個位置 又不會弄濕條褲 不過如果是長傘 就放不了 另外司機位那邊 一樣有這個傘 我就不太建議放這邊 因為如果真的滾出來 頂到一些腳踏 就會影響到駕駛安全 我自己試過在第一部車的時候 只是用原裝地毯 有一次不小心 堵寫了外母的靚湯 鎮湯味 整年都還在 所以之後我所有的車 一拿車 我都會第一時間換一張防水地毯 到現在有了小朋友和豆豆 就更加有需要了 如果對剛才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已經放了購買連結 在下面 又或者scan這個QR Code都可以 記得埋單之前 輸入1000PAPA 會有5%的折扣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想繼續支持1000PAPA的頻道的話 記得cls comment,like and share 留言,點贊和分享 好了,這次節目時間夠了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